去年被盗取和遭到破坏的共享脚踏车有所增加 收网业者表示 树木桐前年相比增加了10%到25%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业者将扩大巡逻团队 并通过教育等方式 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 记者蔡沁凯报道 将共享脚踏车的锁头敲坏 自行上锁 由上星期后甚至放上网拍卖 这家业者表示 去年被盗取和破坏的脚踏车 上升了10% 为避免问题加剧 业者将和校方合作 宣导共享脚踏车的正确用法 我们现在的计划是跟一些学校 来安排一些社区活动 就是那些学生会教用户用我们的APP 或者是怎么使用 怎么借车怎么还车 给更教他们一些 租车跟提脚车的一些好行为 本台随巡逻团队 到不同的地点检查脚踏车 业者接下来将壮大这个队伍 这家共享脚踏车业者 每天将会派遣50名巡逻人员 到全岛50个地点进行巡逻 除了点算脚踏车的数量 检查他们是否出现故障 也为脚踏车进行消毒之外 人员也会在社区内发现 被蓄意破坏的脚踏车 把他们收集起来 像今天巡逻队伍就一共收集了 15辆遭到破坏的脚踏车 另一家业者也发现 去年被蓄意破坏和盗取的 共享脚踏车同比增加了25% 去年来讲就花了大概几万块钱 为了这些维修补件的费用 包括还有这些花几千块钱 聘请了这些巡查员 这些额外的费用 增加了我们的这些成本 业者呼吁公众 如果发现肇事者的恶疾 可通过电邮或应用程序举报 新传媒新闻记者蔡庆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